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高中的三名版的第三册的最后一课,第十二课 它的标题叫做Why are you Romeo? 那当然讲到Romeo,大家应该都很了解的 这个Romeo就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作品 那它的原本的名称就叫做Romeo and Juliet 那我们课本里面的这个课文是截取里面的其中一小段 这小段其实是蛮有名的,就是所谓的楼台会 那这个楼台,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先来看看Google这些图片 那这个Romeo and Juliet,我找的这些图片是属于在市面上所发行的一些书的封面 那当然呢,如果同学应该很清楚的 这些Romeo and Juliet,它其实已经被拍过很多种很多种版本的电影 除了电影之外呢,那舞台剧那当然也都是不遑多让 好,所以呢,我们除了看看这个比较保守一点的那个封面之外呢 来,我们来看看比较有一点点带激情的 这个大家同学呢,看的比较会写脉喷脏的 这个是比较新的版本的Romeo与朱丽叶 这个男的应该大家都看得出来 就是所谓的那个,那个,这个是李奥纳多 那这个女的名字呢,我不太清楚 那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去查阅看看 那至于呢,这个Romeo与朱丽叶他的作者是谁呢 那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位Shakespeare 就所谓的莎士比亚 看起来好像其貌不扬 好像一些呢,比较有才华的人呢 外表都长得不怎么样 所以呢,我们一般人呢,还是不要当文好的 对不对 好,所以呢 在看完了这些基本的那个资料图片之后呢 来,我们就开始来看看我们的课文 好,所以呢,如果你有课本的同学呢 就请你嘛,请你呢,翻开到课本 然后翻开到我们这一课 第十二课,Why are you Romeo? Romeo为什么是你呢? 为什么不是别人,就偏偏就是你呢? 好,这个这对冤家 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第一段的课文 好,他说呢 Romeo and Juliet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ragedies by William Shakespeare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great love between the young couple whose families have long-fueled with each other 好,我们看看这一段 好,那当然呢,主题呢 就是Romeo与朱利叶 好,你看他有写体字,对不对 表示呢,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在这边指的就是 呃,那个一本书的书名 好,所以他说呢 Romeo与朱利叶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tragedies 好,那这我们就不用讲了 one of the most famous 是最有名的其中之一 那这个one of的用法 其实我们在英文里面呢,会经常看到的 one of什么东西的其中之一 那他后面呢,要接的就是所谓可数的名词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字 好,这个字呢,就叫做tragedy 好,那tragedy这个字呢 它原本在这边是单数 它的,呃,呃,呃,是复数 那它的单数呢,叫tragedy 它原本是dy 哦,它原本呢,是dy结尾的 那这个字呢,我们就中文呢 我们就把它翻成叫做悲剧 悲剧 好,那我们知道呢 tragedy,那这个字呢 我们把音节稍微分一下 tragedy 好,总共三个音节 所以呢,它的复数型把y去掉 变成ies,就变成它的复数型 所以他说呢,罗密欧跟朱利叶呢 是最著名的悲剧其中的一个 那这个悲剧是谁写的呢 来,我们看一下介细词 就用by 那bywilliam shakespeare 所以我们说呢,莎士比亚呢 它的,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william 好,接下来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great love between a young couple whose families have long-feuded with each other 好,那这个句子呢 比较长一点,没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 好,第一个叫做tells tells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翻成叫做叙述 他,那这个他指的是什么呢 当然指的就是 罗密欧与朱利叶这个作品 他叙述的这篇故事 什么的故事呢 好,它属于一个爱情故事 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对不对 好,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是谁的爱情故事呢 来,这边有个介细词片语 叫做between a young couple 好,这个between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介细词 它的意思叫做介于 介于between a and b 好,两者之间 那这边呢 因为有这个字 这个字我们就叫做couple 好,那couple这个字的意思呢 来,我们来查查看字典 好,couple的意思呢 来,各位这边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它的意思呢 叫做一对一双 我们英文的念成couple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个除了可以当作一对一双之外呢 可以当作夫妇 未婚的夫妻 也叫做couple 此外,我们说男女朋友 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个couple OK,好,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它说呢 它是在一对年轻的男女 那这边当然指的是男女 男女恋人啊 或男女朋友 我们叫做a young couple 所以呢 它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呢 是发生在一对年轻的恋人之间 好,那接下来呢 whose families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咯 这个whose是一个关系代名词的所有格 它叫做什么什么人的 那这边是谁的呢 当然指的就是前面的这对年轻的恋人的families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家人 have long feuded 那我们看看这个文法的部分 这时代的部分 叫做have long feuded 那这个feuded是什么意思呢 来,这个feuded呢 它原本的意思呢 它可以当做 来,我们看这边补充一下 F-E-U-D 这个字呢 可以当做名词 当做名词的话 我们中文翻成世仇 像有些 在这个现代 其实这个时代还是有 对不对 它可以当做世仇 可以当做叫做仇恨 我们就叫做feuded 那就feuded这个字 它除了可以当做名词世仇之外 它也可以当做一个不极武动词 来,这边呢 我们稍微注明一下 它也可以当做一个不极武动词 那当做不极武动词是什么意思呢 好,它的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长期的斗争 长期 长期的斗争 或者是争斗 长期的争斗 争斗好了 长期的争斗 我们就叫做feuded 好,这是一个不极武动词哦 所以这边呢 它因为long这个字是表示时间 有一段时间 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既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表示这个动作 它是延续的 那既然它是延续 那我们就用所谓的完成式 alright havefeuded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Andy的 那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过去吗 为什么是用现在完成式呢 就是因为呢 它因为它是一个作品 那文学作品 我们在讨论它 不管是去年 不管是今年 还是未来 这个事情 这个故事的内容 一直都存在着 而且一直都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用的就是现在完成式 alright 好,所以说呢 它的家庭呢 它的家人呢 长久以来呢 彼此都在长期的斗争 它们彼此之间呢 是有世仇的 好,所以这边的介细词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p呢 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叫做with each other 就是彼此的意思 所以呢 它们的家庭 这个whose 特别要特别注意到 这个whose 就是这一对年轻的恋人 它们的家庭 它们的家庭呢 长久以来 彼此呢 有着世仇 OK 好 好,所以呢 第一段呢 算是简单 来,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第二段 好,那我们接下来 看看第二段 one day 那各位这个one day 指的就是有一天 那这有一天呢 可以用在过去式 也可以用在未来式 指的过去的某一天 或者指的是 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就可以用one day 这个时间附词的 来表达 所以它说呢 有一天 有一天谁呢 Romeo 来各位有没有看到啊 这边有两个斗脸 有没有 Andy经常在提醒同学的 两个斗脸中间的东西 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把它刮悟起来 先不看 对不对 好,先不看呢 它说呢 这个Romeo Romeo 怎么样呢 saw Juliet at a party 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卸购 对不对 Romeo呢 saw Juliet 在什么地方看到的呢 at a party 注意哦 介细词的用法 介细词 我们习惯了搭配at Romeo在一场party上面呢 看到了Juliet OK 好,那我们就第一次因为Romeo出现了哦 在我们的文章里面第一次出现 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 Romeo是谁呢 来,我们在两个斗脸之间 插入一个所谓的名词片语 用来补充说明Romeo的身份 那这样子的用法 我们在文法上面呢 就叫做所谓的同位语 它是一个插入句 它也是一个同位语 用来说明前面的Romeo 那Romeo是谁呢 他是一个儿子 当然男生一定是某个人的儿子了 他是谁的儿子呢 of the Montagues 这个Montagues呢 指的就是 这是一个姓 这是一个姓氏 这是一个欧洲的国家的姓氏 好,那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就经常看到了 就是the 后面再加上一个姓氏 注意哦,姓氏后面要加一个s哦 就表示什么家的人 例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 我们说呢 the Wands 好,the Wands是什么意思呢 王家人 就是王家 王家他们一家人 我们就叫做the Wands 那我们会在后面加上一个s 所以呢,他是呢 这个Montagues 比如是他们这一家 这一家族的人的 其中的那个儿子 一个 他们家族里面的 一个成员就是了 好,所以呢 他呢 看到了朱丽叶 在什么地方看到呢 在一个party上面看到的 好,接下来他说呢 immediately 好,来各位 这个immediately这个字呢 我们稍微来跟同学解释一下 那这immediately当然很多同学都很熟了 对不对 好,这个i 来我们先把它小写 好,这个immediately呢 它是一个副词 它的意思呢 叫做立刻的 副词叫做立刻 立刻或者是马上 好,那当然了 有的同学呢 他比较 比较 比较认识 比较可能对 比较英文比较厉害的同学 他可能会马上想到 立刻马上以前有学过 对不对 有一个叫做at once 有一个叫做right away 还有另外叫做in no time 好,in no time 好,像这几个片语呢 就是我们蛮常见到的 来表达立刻 或者是马上的片语 OK 好,所以呢 他就说啦 他就说呢 他立刻immediately 好,那这个字的音节 我们这边呢 先把它分一下好了 来这边 我们先说预备动作 好,immediately这个字 这个字呢 它有几个音节 I am是一个音节 immediately 好,他的意思就是 立刻马上 好,所以他说呢 立刻马上 he fell madly in love with her 好,那各位 这边有个很重 很常见的片语 大家应该都看过 叫fail in love with 就是爱上了某个人 好,爱上了某人 我们就叫做fall in love with 注意哦 他搭配的介细词呢 我们用的是with 这个介细词 而且呢,他不仅只是单纯的爱上 你看,他还fail madly in love with 好,他疯狂的爱上了某人 有没有发现 fail这个字 这边要提醒同学了 fall这个字呢 它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fall, fell, fallen 好 这个呢,原本的意思呢 它是一个掉落 好,它是不及有动词 当作掉落的意思 那我们想说呢 掉入爱河啦 坠入爱河啦 就是用这个字叫做fall OK 好,所以呢 他就说了 他呢 疯狂地爱上了他 然而 来,看到然而 这个讲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看到however这个字 表示我们的语气 要有改变的 好,他说 然而呢 when Romeo learned that Julia was a Capulet and therefore his enemy he wished that he had not learned 这个句子呢 比较长一点 好,我们一开始呢 有一个由疑问词 when所引导的一个时间副词 子句 他说呢 when Romeo learned that Julia was a Capulet and therefore his enemy 好,这个when 好,到这边 他说呢 when当 Romeo learned that 这个字呢 我们稍微要注意到 注意一下 learn这个字呢 原本的意思呢 是学习 相信同学都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但这个字呢 learn除了可以当做学习之外 它一个蛮常用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翻成得知 OK 好,所以他说呢 当那个 Romeo呢 得知了一件事 好,那各位 这个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 子句 当做所谓的learned 这个集武动词的授词 当 Romeo得知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Julia was a Capulet 好,这Capulet是另外一个姓 因为他们两家是世仇 所以呢 一个叫做Montague 另外一个叫做Capulet Montague 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Capulet 好,所以他说呢 当他得知呢 Julia呢 是他们家的世仇 Capulet家族的 里面的成员的时候 而且呢 他因为他们的世仇 所以呢 因此 Therefore 因此 因此 She was his enemy 好,这边呢 其实呢 他要省略掉两个字 那这两个字呢 就是 And she was his enemy And therefore She was his family 那这she was 为什么要省略掉呢 就是因为前面 已经有出现 Was Julia 这个she 指的就是Julia 所以呢 他说呢 他就因此呢 他就是顺理成章了 就成为了他的enemy 好,那enemy 这个字的意思呢 叫做敌人 好,所以当他得知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He wished 来,这个字就重要了 对不对 Wish的意思是希望 那通常会看到 Wish的这个字 通常就表示呢 没有办法实现的愿望 我们就会用Wish的这个动词 好,所以他希望什么事 他希望一件事 来各位 刚刚有一个 这个子句 That 是由That 所引导的一个名词 子句 对不对 现在他又引导了 又是一样 由That引导 另外一个名词 子句 当作Wished 他所希望的内容 那他希望什么事情呢 He had not learned this 他没有当初 他当初 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多好 那这个This 指的是什么呢 当然指的就是 这件事情 This 这个就等于那个 那个是什么 就是朱利叶 他是Capulet家族里面的一份子 这一件事情 他真希望当初 他不知道 好,所以呢 各位这边呢 要提醒同学的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Wished 我们说呢 主词 他当初 Wished 他希望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与过去事实相反 因为事实上呢 罗明欧已经知道了 朱利叶呢 是Capulet的家族之一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呢 真希望一件事情 他当初没有发生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特别注意到了 Head 主词 Wish 主词 Head 后面接 PP 这个 表示一个 对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 对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 OK 这是一个对过去事相反的假设 你看他的动词是属于过去事 对不对 好 这件事情发生在过去 所以我们用head加PP 那因为呢 他文章里面呢 是真希望过去 他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 他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边呢 我们用的呢 就是一个过去完成式 看到没有 OK 他说呢 He wished that he had not learned this 那这个 learned 这边 也是当作得知 得知这个 这个是哪个 就是那个 那个是哪个 那个就是朱丽叶 他是那个 Capulat家族里面的一份子 他是里面的一个成员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段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第三段 好 那么第三段一开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that same night after he left the party Romeo who was deeply troubled crapped into Capulat's garden 好 他说呢 就在当天晚上 that same night 好 那注意啊 这个that呢 因为他的前面 这个时间副词前面 是that开头的 所以我们前面 不加任何的介细词 他说呢 就在当天晚上 after he left the party 在他离开这个party之后呢 Romeo 你看到没有 又是两个斗点 有没有 刚刚indy才刚提过 在第二段里面刚提过的 这个就是 那个一个插入句 他用来修饰前面的Romeo 那Romeo 他做 他是怎么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who was deeply troubled 我们看看这个片 叫做be deeply troubled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用法 好 我们常常会说呢 当一个人呢 有烦恼 感到烦恼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是用be动词 我们可以用fail 也可以用become 这一类的不完全不及物动词 再来加上所谓的troubled 那我们都知道 那我们都知道trouble这个字呢 可以当当作名词叫做麻烦 好 例如我们说呢 有麻烦 那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了 所以呢 这trouble这边呢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情绪动词来使用 那当作情绪动词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哦 用来修饰一个人的心情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用被动语态 所以我们说当一个人呢 感到困惑 困惑 或者是所谓感到所谓的烦恼 烦恼 对不对 我们就说呢 是fail 或者是become troubled 那troubled这个字呢 其实以前呢 我们常常学过 我们说呢 某个人有麻烦 对不对 那个某个人有麻烦用的是什么呢 be in trouble 这我们常用到的 对不对 惹上麻烦 惹上麻烦 我们就说某人 is in trouble 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片语 这片语呢 也建议同学呢 可以顺便呢 把它记记 好 所以他说呢 就在同一天晚上呢 在他离开这个party之后 Romeo 他呢 深深地感到 感到烦恼 感到非常的困惑 was deeply 好 那这个字是一个副词 对不对 他是深深地 他深深地呢 感到非常的烦恼 好 接着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crabbed into capulet's garden 好 那这个crabbed 来我们看看这个字 crabbed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动词 他注意哦 它是属于动词 三态 那个不规则变化 好 他是creep crabbed crabbed 好 那他这个是属于 可以当作一个不给予动词 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来看看 好 creep这个字呢 你看 他的意思要捏手捏脚地走 慢慢地行进 我们就叫做creep 那他的意思呢 像当兵 很多 如果当兵 你回去问你的大哥 爸爸 他们应该都当过兵 他们都知道 有个叫夫妇前进 夫妇前进呢 我们就叫做creep 好 那这个creep这个字呢 我们就解释到这里 好 所以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课文 从而他说呢 那个 crabbed into the capulet's garden 好 他说呢 慢慢地捏手捏脚的呢 他就呢 那个怎么样呢 那个爬进呢 capulet 他们家族的花园里面 好 在一切都漆黑的状况之下 in the dark 好 在夜色非常漆黑的情形之下呢 he stood underneath julia's bedroom window 好 他站在什么的下面 underneath 好 这个介细词呢 我们比较不常见到 对不对 但是至少呢 我们看到一个under在什么什么的下面 所以呢 这个字呢 它这个介细词表示在什么什么的下面 所以呢 他就站在了julia's bedroom window 然后这bedroom window 指就是他的那个卧室的窗户的下面 好 然后呢 happy to be close to julia't romeo felt his heart beating when someone appeared on the balcony it was julia't 好 我们看一下 happy to be close to 来各位这边有看到 他用一个happy 一个形容词 放在一个句子的最前面 他变成是一个片语 他用来修饰 表示后面主词 他这个主词的心情 那这后面这句子的主词 在这边就是romeo了 对不对 所以romeo怎么样呢 happy他很高兴 他高兴什么事情呢 be close to 这个片语呢 我们也可以记一下 好 be close to someone 注意哦 这个to呢 它是一个接系词 它的意思呢 表示接近 接近什么人 叫做be close to Andy记得呢 有一个Andy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的一个团体 叫做carpenters 木匠兄妹 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 叫做close to you 接近你 靠近你 那就close 注意哦 是当作形容词 靠近的 接近的 OK 好 所以呢 他就说了 很高兴呢 他能够接近Julia 因为那个时候 他也不敢直接去见到他的人 他就能够尽可能的靠近Julia 好所以呢 他很高兴的能够接近Julia 罗密欧怎么样呢 felt 他感觉到 注意哦 这个felt 他也是感觉 他也是属于一个不规则变化 好 那不规则变化 来Andy呢 提醒一下同学 就是feel felt felt 好 他是一个动词 他的意思呢 就是感觉 感觉 或者是感受 好 特别提醒同学 动词三态 他也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好 所以他这边他就说了 他感到怎么样呢 felt his heart leaping 他感到 他的心脏怎么样呢 leap 这个字 好 那leap 这个字呢 来我们来看看 leap 这个字的意思 好 那leap 这个字呢 来各位我们看到一下 他是当做一个 不及物动词 来我们看一下哦 他的意思呢 叫做跳 或者是跳跃 我们英文呢 我们就念成leap 好 那这个字呢 特别注意到 提醒一下同学 leap 这个字呢 当做跳跃 但是呢 他的音标可要注意到了 当做动词 来我们先看一下 当做动词 当做跳跃 跳跃 我们就叫做leap 这个字呢 不要跟另外一个字 混在一起 那个字就叫做leap 那leap 是什么意思呢 leap 叫做嘴唇 一个是长音 一个是短音 好 特别提醒一下同学 所以呢 他感觉到 他的心脏怎么样呢 正在跳动着 来 各位这也是一个相当常见到的一个句型 any在这边呢 特别呢 帮各位呢 整理一下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主词 再加上feel 后面加上一个售词 后面接上一个所谓的动词 加ing 现在分词 那这现在分词呢 通常我们在文法上面 我们就把它叫做所谓的受词补语 那这动词 当然这动词跟什么有关呢 就是跟前面的受词有关 用来表达说明这个受词 它所产生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它所呈现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这个叫做feel 后面接一个动词 现在分词 当作受词补语 但是这样子的句型呢 要提醒同学的是 他除了可以接现在分词之外 他其实很长的 他也可以接过去分词 那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 怎么样去分辨呢 现在分词表的是主动 过去分词表的是被动 这点特别提醒同学 那当然这边呢 他说呢 他感到他的心脏 扑通扑通的跳着 正在扑通扑通的跳着 所以我们这边记住 要用现在分词 好 所以呢 Romeo 他很高兴能够接近朱利叶 那他感觉到他的心脏呢 扑通扑通的跳着 什么时候呢 来各位 这边又是由 所引导的一个 时间副词子句 好 表示时间 是什么时候 让他的心脏呢 感到这样扑通扑通的跳着呢 就是当someone 当有个人 appear的出现 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好 就出现在这个 balcony 来各位 balcony 这个字 它是一个 balcony 三个音节 他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叫做阳台 那个 他就出现在他的阳台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 it was juliet 他就是朱利叶 好 那这边呢 特别 Andy要特别提醒同学 你会发现 这边你会觉得奇怪 说Andy 这个朱利叶不是人吗 为什么不是说 she was juliet呢 为什么不是用she 而是用it呢 好 这边就要提醒同学了 因为他这边呢 他看到了有个人 someone 那someone appeared on the balcony 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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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正是朱利叶 我们中文说 那个人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罗密欧 有没有看到朱利叶 他不一定有看到 他只看到一个人影 这样子出现在 那个 那个窗户那边 他可能是被光的 所以他整个人 他可能就是只看到 那个黑黑的 黑黑的那个影子 所以他不是看到 他真正的这个人 she 所以呢 他看到的是一个人形 所以这边呢 我们用的是it 这个代名词 而不用she 所以这边呢 Andy要特别呢 跟同学呢 说明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最后一句 好 那最后一句呢 来我们看一下 as she spoke of her love for him Romeo listened with all his heart 好 那说as 那这as 这边呢 各位应该很熟 就是when的意思 当什么什么时候 好 当他呢 续说着 好 各位这边有个片语 好 这片语呢 叫做speak of speak of 那这边呢 当然讲speak of之前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动词应该各位在 高 在国中的时候 就已经学过了 对不对 就是说 讲的意思 speak spoken 那这边speak of 是什么意思呢 好 来我们来看看 他的意思 好 那在这边呢speak of呢 他的翻译呢 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就把它翻译成 谈到论及 但是speak of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按照他的 前后文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 续说着 续说 所以他说呢 他呢就 诉说着 或者是谈到他的爱 对谁的爱呢 for him 那当然him是谁 指的就是罗密欧 所以呢当他呢 在叙述着 他对罗密欧的爱的时候 Romeo listened 好 他就倾听着 注意哦 这个listen 他的意思叫做倾听 那通常呢 他后面呢 如果有受词的话 必须要加上一个 介细词to listen to 好 所以呢 罗密欧听着 他怎么样的听着呢 来各位 这个篇语呢 要记咯 with all one's heart 这就是全心全意的 所以呢 当一个人呢 在说啦 他多么的爱你呢 多么的喜欢你 当然你的耳朵会竖起来 对不对 会呢 全心全意的听着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 这个课文的 第一个部分的讲解 好 它是呢 在那个 是属于导读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呢 我们 课文里面呢 所揭露出来的 莎士比亚这一部剧作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的一个片段 罗密欧 那个朱丽叶的告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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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